可以看到日本警方在发生刺杀事件的超商外 拉起了封锁线 还有远禁帮忙管制交通 这起刺杀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前 嫌犯迟到闯入超商内大闹 还攻击了三名超商店员 结果造成一名40多岁的店员在送医后死亡 另外还有两名50几岁和60几岁的店员受伤 到底当时现场状况如何 来听听看附近居民怎么说 当地居民表示案发的地点 其实平常是个禁闭的地方 但发生刺杀事件后 也让当地的治安亮起了红灯 至于嫌犯警方已经在第一时间逮捕他 他坦诚犯案 不过日本媒体报道 因为嫌犯的供词相当支离破碎 所以警方怀疑他的说法 还要进一步调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